男嘉宾小杜22岁来自安徽学生 女嘉宾小罗22岁来自广西学生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先告诉你们谈了几年了 我跟大家谈恋爱呢 也确实有两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马上就快面临毕业了 面临毕业之后 我们马上就要去选择 我们以后未来工作 还是创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的意愿呢 是想马上就回合肥 我父母也在催我 他呢想让我留在南宁去陪他 对 就是留在南宁这边 之前他也承诺过 我会留在这边发展 然后现在他又不敢跟我说 定业了他就要回去了 那肯定有些计划感不能变化 我觉得经济 肯定要比南宁的经济也好 我想我们现在回合肥 是不是多发展 沉淀个三五年 以后也会变得更好 也许南宁的经济 未来比合肥好太多呢 这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不都没有地域啊 这可不是理由啊小子 是啊 就是今年 我们当时从桂林旅游 回来之后 正好路过柳州 他父母工作的地方 所以说呢 他也很久没有回去了 我也没有见过他父母 我觉得是时候可以见见了 然后过去之后呢 跟我想象当中呢 很不一样 他爸爸妈妈 跟我一句话都不说 不问你家庭条件 不问你怎么样 什么都不问 给我感觉就是 把那种嫌弃我的表情啊 眼神啊 展示在你的脸上了 就让我很不舒服 你平常不舒服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 就我们当时去到的时候 父母也是刚下班回来 就什么都没有准备 然后他自己过来也是啊 就什么礼物都没带 就第一次见面 也是比较仓促 不用解释 结果呢 我请他父母吃了那份饭之后 也没有落脚的地方 也没有住的地方 他父母在那边租的房子 只供他们两个人住 我当天晚上也不舒服 心情很不愉快 我就开车自己回了南宁 把咱留在那边住了两天 第一次咱不说了 咱说第二次 过年前的时候 给他发过信息 我说你先问问你妈妈 我能不能过去 他妈妈同意了 过去之后呢 原来他爸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爸就立马给我赶了出来 你还好意思说呢 就当时已经快过年 就前三四天 他突然说要来我家 但是他当时已经准备 要上飞机了 他才跟我说 他要来我家 那我也很无奈 那我就只能跟我妈妈讲 当时我爸爸是不在家的 所以说我爸爸 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是农村的 就是农村他 就是思想可以 比较传统一点 就是女方跟男方之间 如果还没有确定关系的话 男方是不可以 来女方家里面过年的 就跟他讲完 之后他马上就要走了 就感觉好像 我们要把他赶走一样 赶得好 该赶 怎么了 我跟你说 哥我我也赶 为啥呢 你是谁啊 而且他当时来我家 就拿了一箱奶 跟奶都没关系 你是谁啊 你要我怎么跟林女介绍你啊 当时我都没跟我亲戚介绍他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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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跟他解释 我那说 我看你还有什么苦水 中秋节也是去了他家 去了他家呢 也带礼物了 去了 正好呢 他姐姐也带他姐夫过来了 他姐夫反而没代理 他爸爸妈妈对他 反而很热情 对我反而到特别的冷淡 让我也感觉特别不舒服 那不都姐夫了吗 而且我姐夫也不是说不代理 只是他们先到了我家 然后后面再出来吃的饭 他自己没看见 他就老喜欢把他自己的想法 就加在我家人身上 就认为我家人怎么样啊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他代不代理跟我态度 反而还是很有差别 你爸都又怎么了 不是跟我姐夫一样的吗 我都跟你解释了 就是我爸他性子就是这样子的 对所有人都是这样 他不是说针对你一个人 就是你老子就是认为 就是他就是对你有意见 他妈妈还一直劝我们分手 一直给他发电机 做思想工作 我妈哪有劝我俩分手啊 就是中秋过完嘛 我有去过他家一次 然后我妈妈知道了嘛 怎么样 我家里面对他呀 跟他家里面对我的态度啊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你看进去之后 我爸妈交代他 然后咱们亲戚朋友都在一起 去一个家族呀 二三十个人 咱们一起吃个饭 把他给介绍特别的好 然后家里面特别喜欢他 走的时候还给摘大红包 去他家啥都没有 然后呢就特别不受待见 我就感觉两边差异 让我特别不公平 一个是要天丁了呀 近人了呀 一个是要出户了呀 女儿要嫁走了 态度能一样吗 琢磨琢磨 说开了都以后都是 以后都是什么 女儿的 对呀 那不是还得回安徽吗 还得回合肥吗 也没说回柳州啊 但是妈妈其实还是不同意 我老的事情 你不是说不同意 就是我妈就是想让我想清楚 毕竟是远嫁嘛 然后男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对吧 在自己留在自己身边 我妈妈会跟我讲一下 如果就是你决定以后 真的要去他那边 然后面临的什么问题 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妈妈可能也不能及时 过来帮助我 然后就讲一下这些 我跟我妈妈讲的是方言嘛 其实他自己听不懂 但是他老是给他瞎猜 就老觉得我妈不再见他呀 就劝我俩分手啊 干嘛的 这么回事啊 他妈妈经常跟他去说这个事情 他也跟他妈妈去聊 我也很好奇了 你们在讲什么 我问了他无数次 他从来不跟我说 但是我从他的表情当中啊 就已经看得出来 说的肯定不是什么 接受我们的话 他不愿意告诉我 告诉你有用吗 他怎么找了这么个小心眼的男朋友啊 我现在都有点感觉有点后悔 就是因为这么点事 然后他还听不懂嘛 然后他非说我妈就不接受他 然后上升到我家 然后上升到我也是这样子想的 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吵了一架 当天晚上我也是很生气 然后我也很委屈 因为不懂怎么去调节 就他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走了 当时是晚上的十一点多了 我一个女孩子 我就站在大街上 然后他也没出来追我 你从哪儿走啊 就是比许合租的 就住学校边上 当时我走了之后 他也没下来追我 我当时更加失望 就也没给我个电话 也没给个信息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要去哪 然后后面我就打车 去了一个阿姨家住了 一个晚上 当天晚上我是一点都没睡着的 第二天我更生气了 我发现他的朋友圈 他竟然出去玩去了 而且还屏蔽我 我还是从那个阿姨那里看到的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回去质问他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后面还是我主动提出和好的 然后后面他也没给我道个歉 我呢也不是不跟他道歉 到家的时候就跟我解释 好出门了 生气了 在想跟我解释 他妈妈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我也很生气 我不是出去玩 我说出去放松 我想放松自己 你要放松啊 我看你朋友圈玩得挺开心的 她妈越说你不行的时候 你不应该越表现得你行吗 现在好多小男生都是这样 就觉得对方父母是反对的 就开始拿女朋友撒气 那不就恰恰验证了父母 说的是对的吗 我这还没远嫁呢 你们还在学校 离我很近的范围之内呢 你就这么对我闺女 是不是印证了妈妈说的 远嫁了如果这个男人身边没有咱们自己的亲人 对吧 就你一个人也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戚 他要欺负你 你可怎么办 我印证了人家妈妈的话吗 是不是愚蠢 所以说我分家不放心 就是说跟他走 他就是对啊 但是他现在非逼着 叫我一个答复啊 就是说明年到底跟不跟他走啊 就是这样 来我来问问小伙子 你们家这个什么经济条件啊 经济条件相对于他家里来说好一点吧 有几套房啊 五六套吧 条件不错是吧 就还行 你们家知道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吗 我知道一点 你父母知道吗 我有跟我父母说过一下 满意吗父母 我父母也没说到这个事情 就是也没有说对他家就有特别的要求 现在这种情况不当然是父母双方的问题 就是距离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他这个人也是有一点问题 就是在我们相处当中 说说人的问题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比较自大一点 然后两次见面也没说我家 他就打过招呼也没问我家 哎呀方不方便啊 干嘛的就直接过来 做事情就比较冲动那种 就是还有一点 他就是感觉他做什么事情啊 就从来不跟我商量 做什么事不跟你商量 就比如说有一次就是买了一辆小吊车 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说 能买几辆车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挺大了 但是他就是没有跟我说 他就直接去买了 这么回事 当时呢也是我们除了学校之外啊 也是在外面兼职 这车是你挣的嘛 是的呀 我跟你说 我当时我是分布于每一个机构 去做那个艺术老师 如果努力一点兼职的话 还是能挣到七八千块钱一个月 嗯 做了几个月 赚到了一些钱 买的第一辆二手车其实不贵 花了两万块钱 不贵吧 不贵不贵 一个月要收入个七八千 那是不贵 然后呢 说咱们买了就买了 对不对 买了之后是不是也方便你了 关键是你也没跟我讲 也没跟我商量一下 那我买就买了 那是不是你跟我一起去买的 那我也是不会无奈答应啊 你都已经准备交钱了 你还跟我说 我要买车 你就要买 那我当时讲什么 你都听不进去 你就是要买车了 对啊 那好 我就先不说第一辆吧 那他又买了第二辆 也不跟我商量 说第二辆 是这么回事 真职完之后 找到有点经验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干嘛的 想创业 我去交易所 他们是学钱教育专业的 我觉得他很会把孩子 跟朋友举做了一个机构 确实做的也还可以 手上也挡到有点钱 又想着再去换一辆好一点的 就买了辆 稍微贵一点点点的 然后 两万五 也是二手车 六万多块钱 还好 然后已经提前一个月 跟他说了很多次 我说咱们以后换辆好的 他也没说不同意 我当时说不同意的 我是觉得嘛 就是我们准备要毕业了 就是有钱的话 自己手上拿着 如果毕业以后 出去创业干嘛的 然后他非要 就是拿那个钱 去换了一辆车 反正我就觉得 他特别好面子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关键是 他还是贷款买的 也不跟我商量 然后我们一个月 还要背负一千多的 这个贷款 做个学生 就是我们都还没出社会 就已经感觉 欠了一屁股贷一样 当时觉得创业之后 自己经济能力 到了一个程度 就一千多块钱 每个月可以 在第一程度 他真的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严重 而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所谓的创业 人家搞学天教 也在看孩子 对吧 所以挣这个钱 好像不完全是你 确实他这一路 帮助了我 是吧 对啊 那为什么到现在 这个话就不听人家了呢 我觉得买车 如果说买第一辆车 是为了改善 这个出行方面的话 那第二辆车 是为了啥呢 人妈都想过得好一点 所以你看 他强调的是不尊重 人家是真打算 想结婚的 为未来的日子做规划的 手里有点想赞的 自己过日子 是吧 您这一直要说 我要娶你 我要娶你 我们要在一起 您没有实际行动啊 我不说你对错 站在你的角度 但是你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对的 现在不是还有这一半的吗 如果您是一单身汉 挺好的 阳光 开朗 积极 上进 够努力 挺好的 小伙子 你现在不是还想娶人家吗 你还想让人跟你回安徽呢吗 你都觉得你对 为什么他不满意呢 我们 晚上六点钟吃饭 下午四点钟 给于老师打个电话 老于晚上六点吃饭 你觉得我尊重他吗 确实应该提前 这叫限第一楼 对吧 不尊重吧 你也没有提前约 去了就很莽撞 第一次 对吧 第二次没有吸取教训啊 又是很莽撞去的呀 你没有考虑当地的风俗啊 你去得给人家添麻烦了 那爹要面子呀 怎么莫名其妙 就来了个男朋友 如果以后你们不结婚在一起 他们的相礼相亲 会怎么看大家的闺女呢 想过吗 没有 但是年轻也考虑不了那么周到 还想带他去安徽吗 既然已经在柳州 或者叫南宁 有了自己的这个创业了 开始做机构了 为什么要一定回安徽呢 因为我家庭观念比较重 因为我总想着 有一句话叫做落叶归根 谁是落叶 但是应该不适合我们这个年纪说吧 行 所以我想着以后肯定都要回去的 无论早回去晚回去 我们不如现在 因为有些东西你要学会舍得 这边东西没有了就没有吧 然后我们再回去回合肥 前这个三五年 我们以后还会起来的 那他也传统观念也心重啊 如果他的父亲跟你说 小子 我们家要倒插门 因为我生了俩闺女 我这个观念也很重啊 你讲落叶归根啊 我讲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呀 我这闺女就得弄一倒插门 我觉得你对小子也不错 你插不插应该不会 那咋办 所以说鱼和熊掌 二者 谁是鱼 谁是熊掌 这问题好难啊 那有什么难的 你们现在面临的不就这个难题吗 你得面对啊 你们俩要沟通啊 所以你不能一副那个 你就得听我的 你想达成这个目的 还得有福尽了呀 你妈有没有封口说 坚决不能去合肥 也不是说坚决 但是他现在的行为就感觉 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 现在想留在南宁 或者回柳州 对合肥最动摇的是什么 就是从这段时间交往来看 就感觉 如果真的过去那边的话 就是好像没有 你想象中那么清楚 他觉得你飘了 他觉得你不尊重 这是关键 好好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就你们俩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类人 女生呢 相对是保守型 保守而暂定 男生是勇敢型 勇敢而有积极 但是在你们这个年龄 二十出头 还在读书的时候 能够去努力 自己赚钱 自己和社会接轨 培养能力 我觉得真的很难得 但是这么年轻的年龄 肯定在磨合上 会产生很多问题 我觉得很正常 两个有思想 愿意努力生活的孩子 有矛盾 去磨合 这是生活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女生你别皱个眉 特别苦恼 我这男朋友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不尊重我们家人 说来就来 跟我吵架 我走了 连留都不留 找都不找 还出去玩 是 她有问题 但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她能是一个完美的人吗 她需不需要成长 她需不需要 在你们未来 携手前行的道路上 不断地进步 如果说你是一个淡定的姑娘 那反过来我还说呢 那你自己有一点点软弱呀 买一个车有能力 我赚钱了 男孩子 我开一个车更方便去创业 不可以吗 就是你们两个如何去磨合 所以我觉得男生优点 大于缺点 你要给你们俩 彼此磨合和成长空间 这是我的感觉 你看吧 家里有儿子的人 就容易偏袒男方 我有偏袒吗 我觉得还是偏袒的 那我要偏袒一下这姑娘 我觉得姑娘特别好 你觉得如果你俩分手了 谁损失更大 我觉得我损失比较大吧 对 这还有点自知之明 我告诉你 如果你俩分手了 你再找这么好的姑娘 难找 是 说你有点能力 但如果没有个刹车 你不是蹲刺到天上去了 年轻是该闯一闯 但是多了一个这个刹车和保护 对你来讲是好事 说你自大你认不认吧 认不 认不 大家我问一下 这个自大是一方面 物极必反 你还很小的地方 人家父母稍稍的有点不太热情了 你就带着去了 对不对 你就不舒服了吧 所以别人稍稍实的脸色 你就不高兴了 我就好好问你 人家父母有没有权利说不同意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人家还没当着你面说 人家给自己家姑娘说什么不行呢 到人家去 也没送过礼物 然后也没打招呼 那人家稍稍冷淡一点的 不很正常吗 给我感觉好像 你在挑岳父岳母啊 人家不也得挑女婿吗 作为晚辈 现在关系还没确定呢 尤其说男方 那你不得表现好一点 人家父母 同意不同意 对你来讲 你没有权利高兴 你不高兴 人家如果父母 不放心的话 不同意的话 那你要努力才对 而不是在那生闷气 用对抗的方式 你这要解决问题吗 所以说呢 你有没有情绪化 如果我是她的家人 我会不会同意 这么好的女孩嫁给你 这个其实呢 也给你一个反复 哪个地方做的不对 如果你觉得是你的损失 那你就得调整 其实很多地方 你的是非观是有问题的 规矩啊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 这个来讲 没什么商量的 有好几个事情 你做的就是不对 这个如果你意识不到 那你以后将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下去 那就更麻烦了 打比方刚才说了 人家姐夫带着 没带礼物 人家对她好 你带礼物还不好 你有啥不平衡呢 带礼物还不好 那说明你的人品 虚伪更有问题 你更得反思向内看 而不是挑别人 所以你有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有问题 容易找别人身上的问题 不能从自己身上找 不能内观 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 不容陷他 这也是自卑的一面 能与别人说自己不好 能坦然面对 让自己变更好 那你就更好 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来讲 不调整 一味这样下去 最终你失去你的最爱 没有人爱你的 有钱跟幸福没有任何的关系 有钱只会给你底气 为什么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有一些底气呢 我不串联那些细节 我把那些细节串联起来 恰恰就证明了这个观点 我无需佐证了 接下来维度又换了 为什么还是要留在难民 我自己认为艺术类的教育培训 跟其他的买卖是不一样的 您是在育人 艺术育的人是什么 育的是审美 那么请问我交了钱 我这老师挺好的 干着干着 这个也不是因为经营的原因 就是因为老师说 落叶归根 败了还可以再来 这就关门了 你觉得你在教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把这个东西 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它带给了你所谓 创业的底气 我能的东西 那么那些孩子 对你的期盼 你所传递的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想都不想 你就扔掉吗 我让你换一个维度 想这个问题 你沉淀沉淀 琢磨琢磨 既然爱就为他多考虑 因为你有底气 你有退路 对这姑娘来说 有什么呢 去了合飞就只有你 在合飞那种环境下 能不能创业出来 又要打一个问号 他抛弃了 现在手里的事业 家人的关注 跟你去了合飞 你只要对他不好一点 你说怎么办 今天来的特别好 看起来我们在谈 关于爱情的问题 其实今天不就是 跟两个年轻人聊聊 关于生活和未来吗 因为你没有走的 不一样的阶段 你们有感情 你们就面临毕业这点事 前途和爱情 冲突的都怎么办 你们比太多的年轻 幸福太多了 因为你们已经给自己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金属 自己琢磨 剩下的事 让你们考虑一起进入 真请六十年 经历在一起 两年时间 挺不容易的 经历了很多 学习 创业 我们也经历过 没有钱的时候 也经历过有钱的时候 我们到处旅游 到处吃好吃的 不管以后 到底是你想留在南宁 还是想去合肥 我都尊重你 我也会 多多看看我自己的问题 把天上不好的地方改掉 我就是希望你呢 就是能够多尊重一下 我的意见 就是做事情的时候 就是能够多去思考一下 再去看一下怎么做 而不是说想到什么 就是做什么了 既然的话 我们以后是 能走下去的 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今天的出场 是要给一个先制条件的 留在南宁 我们共同决定 在南宁发展 就出来 我还是要回合肥 我坚守我自己的这个主建 就不用出来 条件说清楚了 这并不代表说 你们就此分手 只是沉浸式的演练一次 谢谢两位请回吧 我们来看人家自己怎么选 请开门 说实话 我还是挺要回合肥的 但是呢 目前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 就是他 利物财富 在里面 是